分力往前游在水中拼搏 場邊激情吶喊 彰化游泳名校太和國小選手 率先抵達終點 十二名選手在現場盃游泳錦標賽 摘下二十二斤五銀五銅亮眼成績 卻也是代表太和國小出戰的最後一役 因為他們的家長力挺游泳教練 決定幫孩子集體轉學 其實是教練不願意待 我們才決定轉學 我們不是說好 因為我太捨不得了 我每次看到那些我都好難過 超難過的 如果眼淚都快要掉下來 為什麼教練會受到這樣的一個質疑 家長都已經去跟你說 這些指控是指揮的 並且讓你去到這個過程 可是學校卻堅持 還要請教授 三名帶隊八年的教練 接連遭受黑寒攻擊 被影射中保私囊 私德上不當 謠言四起 教練群不堪受入 決定帶完現場盃比賽後 一起離開 你們會覺得還是捨不得 超會 這樣我們曾經有可能會退步 然後得不到全國的意義 招指控的教練感嘆 帶隊八年來自認問心無愧 全力以赴 無奈等面對不斷的攻擊 讓他身心俱疲 游泳隊瞬間滅團 校長表示已經招聘新的揪生員 及教練 只能無奈送別這一批 游泳隊長勝軍 祝福他們在下一站繼續發光 3D新聞許淑瑋正好報導